之前我们新闻曾经为大家介绍过越南的传统服装奥戴 而接下来则要透过两位新住民的姐妹们的分享 一起来看看柬埔寨以及印尼的传统服装 她们各自又有什么样子的特色 来自柬埔寨的新住民姐妹潘喜玲 相当乐爱自己的国家 因此她特别把好几套柬埔寨的传统服装带到台湾 每当有重要或是特殊的场合时 她一定盛装出席 今天我穿的是我们姐妹在的传统服装 我们姐妹在传统服装的有很多种 就是我现在穿是一般的 上衣是白色下白 可以每个人喜欢的颜色都可以搭配 像我穿这个是可以参加婚礼的 或者是一些奇妙与拜拜等等 如果是比较真实的是那个种 到王宫穿的那种新娘子啊 或者是公主啊 那比较bling一点还有披肩 对还有披肩还有bling bling的很多还要戴私品 但如果是民间的传统就不需要 就一般就好 而这位则是来自印尼的新著名姐妹卢美华 这天她也穿上印尼传统的服装 因应当地气候长年湿乐 所以上衣通常有一点透明 而下半身也是透气的长裙 我今天是穿印尼的服装 是应该今天因为过年嘛 穿比较红色 然后就 大部分是穿这个传统是去喝喜酒啊 还是庆祝自己 比如说深热才有穿这个传统 因为这个是 我是很高 矮的也是可以穿 因为这个可以瘦小 嗯 对 从家乡带过来 然后想说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穿法是怎么样 每次三重新住民中心举办活动的时候 就可以看到来自各国的姐妹们 都会尽量穿着传统服装出席 不但可以展现各国服装的风格 也为文化传承尽一份心力 记者方间卡林锦鱼三重采访报导